近來央行祭出第四波的選擇性信用管制 打炒房 不過央行總裁楊金龍表示 在穩定總體經濟的前提下 會在適當的時機來升息 並強調選擇性信用管制 實施的時間可能會更長 而且還說尚有精進調整的空間 似乎暗示還有第五波的選擇性信用管制 的措施推出來 央行去年十二月十六號祭出 第四波選擇性信用管制打炒房 包括自然人 購置高價住宅貸款 及第三戶以上購物貸款 最高層數一率降為四成 不過房市熱度依舊不減 央行總裁楊金龍十五號表示 不僅會升息 還會延長管制措施的時間 暗示可能還有第五波選擇性信用管制 內政部公布都市地價指數 全國為一百零三點九八 和去年相比 漲百分之一點九九 新北市漲幅最高漲百分之二點零一 臺南 嘉義 高雄 臺東 漲幅都超過百分之一 另外使用分區指數工業區為一百零四點三七 漲幅最大有百分之一點零一 居住正義公民團體認為 中央打炒房政策無效 即使是臺南市將在今年七月一號 上路的囤房稅也是弱化版 批評中央地方打炒房力道不足 以臺南市來說 目前市政府提出來的版本 跟最後通過的版本 它弱化的程度高達百分之九十六點六 其實它到最後所產生的效果就是 每個多屋組一年多花個兩千塊四千塊 房產專家認為如果預售屋禁止換月的法案 七月通過不排除會出現投機客的下車潮 房市價跌量縮可期 但若法案沒有過 恐怕房市漲勢難擋 民眾購屋越來越艱困 記者黃劉昌國良太誇張了